下来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想要把长宽高 当然你有几个方法 因为它固定位置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不用find的 如果你知道特别find 就是因为它的位置不确定 所以你其实可以自己去算 比如说这个应该第二个字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刮斧跟刚刚的刮斧不一样 你说什么不一样 不是都刮斧吗 这个刮斧是全形的刮斧 它不是半形的 半形是说你直接英文模式 像英文模式打出来的 这个英文模式 你打一个钱瓜阿虎 那你把它选起来 这个好像一半 那如果你在底下这边打一个全形的话 就是要转换成中文 然后呢 这个方法 你们输入码不一样的话 我的新注音是前导字元 前导字元就是键盘上的1的左边那一个 然后再加一个钱瓜阿虎 再Enter 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全形的哦 那全形一般比较简单的判断哦 就是你把它选起来 它的位置有没有 是两个宽度 那基本上是全形 那全形跟半形哦 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像 但是对以色列来说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够用全形的给他 不然他会出错 OK 如果你要find的话 记得一定要find全形的 不然的话会出错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而且不是只有瓜阿虎会这样 只要是标点符号 都会有全形半形的问题 那接下来你想说老师那这样很麻烦 如果有的地方是全形 有的地方是半形 那我怎么办 要不然的话 你干脆要不就全部转成全形 要不就全部转成半形 那你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 是把它转成全形或半形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函数里面还真的有 只是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文字的 它其实底下都有跟你讲 每一个函数 到底它做什么用途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ASC是什么 ASC下面不是跟你讲 将全形字元 转换为半形字元 不就是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全形转半形 这个叫全形转半形 那这个是全形 那你又在旁边练习一下 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ASC OK 然后 第一个知道这个吧 那它参数好像只有一个 就是你给它 它要转的字 按确定 那这个字不是只有一个 你可以很多个 只要很多个 它反正只要看到 全形通通帮你转就对了 OK 按确定 那你就把这个给它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半形的 那相反的 如果你要把这个半形转全形的 那你插入函数看一下 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吧 这个是将转成文太初 这个应该用不到 BIG5 将半形转为全形 那就BIG5 OK 按确定 确定的话 那一样 来个字给它 按确定 有没有 它就变全形了 所以啦 反正答案应该知道了 就是全形跟半形 OK OK 这个是ASC 那就是全形转半形 BIG5 应该是BIG5吧 BIG5 就是半形转全形 OK 那你说老师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第一个啦 刚刚一定是两个是不同的 第二个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不同 就是呢 它的字的长度不同 这个算一个字 这个也算一个字 可是呢 如果算BIG5的话 这个是一个BIG5 这两个BIG5 那你说老师 那怎么判断 如果算里面有几个字 还记得 我们不是用到LEN LEN还记得吧 算这里面有几个字 你按确定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字给它 它帮你算出来 一定就一个字 你说老师 那多一个字啊 可是如果你要算BIG5 你说老师 可是我不要算LEN几个字哦 我要算几个BIG5的话 那其实你们可以在旁边练习一下 算边看一下 在LEN的下方 会多一个函数 叫LENB 那你会发现很多函数 后面都LENB B就指的是BIG5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是要算几个字 而是它占几个BIG5的话 那你就是用LENB 有没有 OK TEMPIS哦 底下这个LEN下方 这个B呢 指的是BIG5的意思哦 OK 他说你按确定 然后你就把这个给它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有吗 就是这个是两个BIG5哦 所以全形字 在ESEL里面 它是占两个BIG5的空间 那如果BIG5的话呢 就占一个字的空间 OK 所以哦 一样的方式 反正你可以延伸 很多地方都是有BIG5的应用 所以刚刚是全形转BIG5 这个应该 所以哦 等于我们文字类的函数 你们其他有兴趣 自己再稍微去了解一下 太多了 所以如果假设了 你每一个都知道的话 那当然你解决问题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假设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 不然你就透过ChartGPT 其实ChartGPT也可以告诉你答案 只是说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 那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如果固定位置 当然几个方法 要不然就要MID 然后跟他讲 从第三个字取三个 还有很多三个字 那这个是你就算字数嘛 你可以长官高 就分别把它完成 不过呢 我顺便讲一个方式好了 其实哦 除了用函数之外 在Excel里面呢 还有其他考用的功能 在上方这边不是有个资料类的吗 资料类里面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因为它符合几个要件 第一个呢 它的位置都相同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字数也都相同 所以如果我要快速做完这一件事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我看到应该可以不需要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函数解决 你可以用在Excel里面的资料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相当重要 但是资料剖析它其实分成有两种剖析方法 不过你在剖析之前 记得要先做第一件事 要先把你要剖析的资料选起来 所以你的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先选你要剖的资料 那我要剖哪里 记得哦 不是整个B栏 这样不对 因为会选到栏位名称 它会连栏位名称也剖 不对 这个不用 所以你要选这种B2选到B8 OK 一般要不然就是游标先放B2 cntl-shift-向下 cntl-shift-向下 这个快速键我还蛮建议一定要记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它选到底 当你说 说我这样选不行嘛 也可以 可是如果资料量又多的时候 那么可能不止到八列 可能到八百列 哇那你怎么办 你一直往下拉拉拉 有它拉过头拉回来拉拉去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优雅一点的话 你不如就优标放这里 Ctrl Shift向下 这样就很优雅 而且保证正确 所以这个快速键一定要记 Ctrl加Shift加向下 范围悬好之后的话 第二个再找到资料的资料剖析 然后接下来跟他讲说 我要按照的是固定的宽度 它有两种选项 一个是什么符号 比如说逗点 空白 或者是tap等等 因为我这个位置一样 所以你可以选第二个 第二个之后按下一步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那你的位置在哪 请你点一下 各位有看到上面有尺 请你在这个尺上面点一下 刚好垂直位置 就是把它划开 所以有点像一把刀切开的意思 但是你要点准 你不能点歪了 像比如说 这边点歪了 老师我没有像你这么厉害 我手会抖一下 OK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点歪了再把它按住标放 往右拉过来 这样也可以 如果没点准没关系 我尽量可以训练 点一下 刚刚好 最好是点一下 大概 所以你要点六下 那这个表示说 我把它剖开了 第一个step 下一步 第二步的话 就是说 因为你剖开的资料 你要哪一些要 哪一些不要 这个可以跟大家讲 你不要的部分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所以不会入此栏 有没有 这个要吗 要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所以你把要的留下来 不要 主要是针对不要的 不会入此栏 有没有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这样就OK了 好 那剩下来的就是你要的 所以剖开之后的话 那就把这三个 那他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你要放在哪里 如果你假设B2它就盖过 变成BCD 不对 应该是我要放CD 所以起点的话呢 就是在C2 所以记得把这个储存 目标储存格 改成C2 这样就OK了 好 完成 然后它会跳这个 不过不管 按确定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样子 还蛮好的 有没有 所以资料剖析 有时候会甚至比你 打一大堆公式 来得快很多 所以不是说 只有一种解法 但是前提你要善用 它已经提供给你的这个功能 叫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不是只能剖那个 不是只能剖 就是那个符号 还能剖固定 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固定 如果你说老师 那我刚好不固定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想别的办法 像这边不是有顿号 如果将来它位置不一样 你可以用符号 给它顿号也可以 它也会帮你切开 你再做后 或者像刮虎 前刮虎 后刮虎 这些都可以当成切割 的一个符号 你再切完之后 就会是你要的 这一题应该 比较简单用固定 宽度 有没有 记得这个点的 点尺上面 点歪的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你们试试看好了 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OK 所以刚刚一下子补充了太多个函数了 文字类函数 全形转半形 半形转全形 然后LEN是算几个字 LENB是算这个几个byte 那几个byte主要是针对全形字跟半形字的差异 所以如果假设你都是半形都是一个byte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判断怎么判断说你的那个资料里面有没有全形字 其实就是什么 把它先转成半形之后再看它的长度有没有变 它的byte数有没有改变 有改变那表示有全形 没有改变表示没 那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动一点脑筋 去把它稍微变通一下 那当然解决问题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透过它提供给你的功能 你去熟悉它 你现在把它套用在工作上 就很快可以解决了 那当然解决问题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我刚提供给各位的叫资料剖析 应该是这一题最佳解的 OK 不然你说老师我还想公式 那变成长宽高我要删公式 很麻烦 OK 所以资料剖析一个就解决了 试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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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